冰冰姐来了 对 冰冰姐 好好好 冰冰姐吧 反正确实我也不小了 对 是 冰冰还是单身啊 我今天晚上要能给她找个对象呢 我这次开播还挺有意思 怎么着 你这意思直接在线着 我这就是个红娘节目 我本来就是个月老 对不对 说到央视主持人王冰冰 相信大伙都不陌生 凭借甜美的长相和乐观开朗的性格 也是圈了不少的粉丝 并且我们的冰冰 专业技能也丝毫不逊色潇洒 但就在1月10日 网上突然爆出一系列王冰冰的隐私截图 其中最近爆的 便是王冰冰早些年结婚的现场照片 并且该网友还表示 王冰冰在19岁时就与男友同居 之后被甩架给了某电视台主持人 目前是处于离异的状态 该男子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瞎说 又爆出了王冰冰隐语四级成绩单 看起来煞有介事 照片已经曝光 很快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说主持人不该搞饭圈那一套 有人则表示 该男子是得不到就毁掉 想当初王冰冰初次露面时 凭借甜蜜的长相 迅速成为无人的女友 后来也是综艺主持娱乐接不完 这种看比流量明星的营销手段 也正是给今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但不管怎样 如此这般曝光个人隐私 必定是违法行为 对此你怎么看 记得关注我 好 好 好